傅明华并不是梦中 那个温柔大度的好姐姐 对于傅明莎的耐性 也并不那么足 她皱着眉头吩咐了几个丫头 听到他们应声了 才吐了口气 将秦姨娘送来的书卷烧了 碧兰一听这话 忍不住就到 何必烧了 他们不比其他目不识钉的丫鬟 跟在傅明华身边 他们也曾受过严格的教导 真正的大家闺秀 除了比性情 礼仪 气度与容貌 加持之外 身边的下人 也是能给主子正脸的 几个丫鬟 字倒也识得 那玉明春那样几个大字 碧兰也是认得出的 刚刚骑士送书来时 碧兰当即便眼神阴沉了下来 只不过是强人罢了 这样的书 并不是什么正经人家的姑娘能看的 一旦被发现 恐怕难逃长辈斥责 更有可能会被罚朝鲜女界 其实也不知是何居心 送了这样一本画本前来 最后走时 还好意思向大娘子讨药香膏 也不知这人脸皮是怎么长成的 不如奴婢 令人向三娘子送过去 碧兰小声提 眉眼间 带着几分阴狠 如此一来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气死其事得了 傅明华闭着眼睛 摇了摇头 在这傅府之中 其事敢正大光明宠他下手 便是看准了 他没有依靠 谢氏一心只想着娘家 傅其贤则是贪花好色 白氏疼的是傅明侠 至于傅侯爷 眼里只有全氏 再无其他 其事敢用这样的小伎俩 来恶心他 并特意送来了这样的画本 分明就是 别有所图的 梦中的傅明华 只觉得羞脑异常 并未想到其他 可是傅明华却想起了 傅依勤归来之时 打了骑士的那一耳光 正是因为这一耳光 哪怕骑士送书的事情闹大 也绝不会有人 怀疑到傅依勤的身上 毕竟 两人之前 也算是结下了一个梁子 可是 傅明华却想起了 玉明春里 所写的才子与家人的故事 其实 不会无缘无故 送来这样一本书 书里的书生与霍玉明 一个是穷困潦倒的书生 一个是大家闺秀 与丁孟非和傅明华 倒是颇为相像呀 丁孟非虽然出身 稍比书里的书生高 但郑南侯府 如今地位尴尬 从如今傅依勤不靠丁家 而靠傅家 便能看得出来 如果骑士并没有像 傅明华所想的一般 与傅依勤狼狈为奸 便罢了 若是如他所想一般 今日骑士送书来的算计 便不能像碧兰所说的 只以牙还牙 将书给傅明珠 原封不动送去 就算完了的 骑士若是想要踩着他 往上爬 那他就要弯了骑士的心 让他好好地痛 这一刻 碧兰看到傅明华的笑容 明明他笑得温婉 可没来由地 却让他心里发凉 他看到傅明华的手 在桌子上摸索了一下 忙上前拿了杯子 滴到他手上 他接过 抿了一口 又小声地吩咐 烧了吧 碧兰没有再说话 既然自己已经提过建议 他仍说要烧 就证明他心中 是另有打算的 午后 这场雨下得 潺潺绵绵 屋外寒风吹瓜 屋内却又温暖如春 正是午睡的好时候 傅明华躺了一会儿 起来时 傅明莎已经走了 照他之前的吩咐 傅明莎再来找他时 几个丫鬟就以他午睡未醒为名义 将五娘子哄走了 走时还一脸失望的样子 说是明日再来看念 碧云侍候着他起床 碧青在一旁小声道 傅明华微笑着 没说话 果然 这侯府就是一个锻炼人的好地方 傍晚时去白氏的院子 由婆子领进屋时 傅明侠几人正围在白氏身边说话 也不知之前说了些什么 一群人倒是笑得欢快的样子 傅怡情看到他时 脸上的笑意一致 眉眼都立了起来 挑剔的上下打量着他看 怎么递妹妹来 谢氏身体一向不好 尤其是入冬之后 更是咳嗽不断 傅家当初娶她 是为了抬傅家的名声 以及方方面面的考量 可将谢氏娶到手后 也算是抬回了一个烫手的山羽 谢氏身体差 傅侯也唯恐他死得早了 对于傅谢两家节百年之好 有影响 对于丈夫的心意 白氏也是知晓的 所以平时哪怕是 少给谢氏好脸色 但也很少错磨他 成婚定型几乎都给他免了 傅家里的人 对于这一切都是心知肚明 平时审氏中氏 也没有哪个 敢在白氏面前提起这茬的 倒没想到傅仪琴才刚回来 便开口直言了 傅仪琴一开口 屋里众人的笑声一收 都落到了傅明华身上 白氏挽着头发 怀里抱着丁秀玉 垂着头 微笑着逗孩子玩 像是没有察觉到 屋里异样的气息一般 丫鬟小心翼翼地 替傅明华解开皮球 傅仪琴见屋里气氛冷了下去 傅明华像是装着没听到自己说话一般 忍不住又道 长辈跟你说话 就是这样没礼貌不回的 他恨谢时 替丁志平球的官位太低 还记恨着傅明华 让人打了自己儿子丁孟非的事 他的儿子 他看得如掌中宝一般 平时自己都舍不得碰一根手指头 长这么大 简直是含在嘴里都怕话了 傅明华竟然敢打他 此时谢时不来 傅仪琴便将一枪怒火 泄到了傅明华身上 这个儿媳倒是当得舒坦 可真是让我够羡慕的 他见傅明华不出声 又转头抓了白氏的首相 那日啊真要跟他好好学学 怎么能当个儿媳 没有为傅家传宗接代 还偏偏日子过得这样好的 若是能学会他一两成 便够我终身持用不尽了 中室与沈氏二人都听得出来 傅仪琴这话里的讥讽之一 可中室见白氏微笑着 没出声打断傅仪琴的话 便也猜得出来 恐怕他是默许的 谢时嫁进傅家十年时间 白氏还没从这个 出声高贵的儿媳身上 摆过一天婆婆的威风 此时怕是借傅仪琴的嘴 说给傅明华听了 知道婆婆的心意 中室自然不会去讨这个闲 出口打圆场了 心里虽然有些瞧不上 大姑子为难晚辈 不过也只是装着 没听到的样子 转头去替自己的女儿 傅明月整理头发 沈氏与她想法相反 倒是巴不得傅仪琴 将这事闹得再大一些才好 慧娘这话也是我想说的 若是能学会一二二 沈氏一开口 傅明华便抬眼看她 大伯母难道是想要学习 如何对付祖母 傅明华笑着 将这句话当开玩笑似的一说 沈氏顿时就慌了 她几乎像是受到惊吓一般 看了白氏一眼 见白氏皱着眉头看她 顿时便白手 不是不是不是 白氏心里暗到了一声蠢祸 这些年来 无论沈氏如何讨好 白氏却对她依旧十分不喜的原因 就是因为她实在太蠢了 傅仪琴冲着傅明华发难 她只知不喜傅明华跟着瞎起哄 却被傅明华轻易难住 简直是丢尽了她身为长辈的脸 脸带着自己也被带下水了 傅明华说这样的话 白氏也不好再装聋作哑了 只得狠狠地瞪了沈氏一眼 啊 远身体不适 我允她好好休息 莫非你也想身体不适 沈氏被骂得满脸通红 心又不甘 但在白氏面前却又不敢出声 傅仪琴却横笑了一声 哼 母亲啊也实在是太体贴儿媳了 不过母亲体贴也是母亲心软仁慈 是当小辈的福气 她歪了歪嘴角 做出一个怪模怪样的面笑神情 哼 当儿媳的 不该把这福气当成理所当然才是 她话已说完 外头猪帘被人打了起来 一阵虚浮的脚步声传来 披着黑雕大厂的富奇贤 头戴镶嵌珍珠的金罐 从外头进来 说什么呢 这样热闹啊 她嘴唇发青 虽然敷了厚厚的脂粉 但也掩饰不了 她的眼带与眼睛中的血丝 她金罐上坠着珠子 随她走动的脚步 那珠子一摇一晃的 煞是显眼 随着她人的到来 一股香粉气 也随之涌进屋中 傅仪琴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傅仪华就看了她一眼 捏着帕子的手 挡住了冷笑的鼻子 姑母在讲为人儿媳之道 兴许是想起了 正南侯府的丁夫人 她声音娇软温柔 似是还带着笑意 可是说出口的话 却如历刃割身 一个自己都不会做人儿媳 嫁入正南侯府多年 却从未有一天 在婆婆面前立过规矩 成婚定性的妇人 回京途中 都没有前往 晋州正南城的女人 此时竟然还好意思 要教导别人 怎么做人儿媳 实在是笑死人了 听了姑母的话 真是令女儿受益匪浅 傅仪琴的脸色 随着傅明华这话 一说出口 脸色铁青 她却是加深了笑意 真是多谢姑母教导了 谢氏 谢氏能在白氏面前 不像沈氏那般 伏低作小 就是因为她出身险贵 傅仪琴 可以在正南侯夫人面前 不用立规矩 同样 也是因为她是低价了 自己都是相同的经历 此时还自取其辱 更可笑的是白氏 刚刚怨恨沈氏丢了她的脸面 却没想到傅仪琴更是让她颜面大师 若是傅明华没有提起丁夫人 后面感谢傅仪琴的教导是倒还好些 可她先提了丁夫人 令傅仪琴脸色难看 在说多谢她时 傅仪琴再唇也听得出 她话里的讥讽之意了 当时气得牙齿都咬得咯咯作响了 恶狠狠地盯着傅明华看 傅琴贤不明就里 甚至听不出傅明华话中的讽刺 只是听她夸奖傅仪琴 便点了点头故作威严 多听姑母教导 始终是好事 她是长辈 对这个大女儿 傅琴贤有时在她面前 始终摆不出长辈的架子 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谢氏 在她面前自己提不起 做爹的底气教导她 她不像傅明珠那般 会对自己撒娇讨要东西 反倒规矩礼仪样样出挑 久而久之傅琴贤也不太想 看到这个女儿 傅明华笑得眼睛都弯了起来 学着刚刚傅仪琴的样子 父亲说得是 往后还要请姑母多加赐教了 明明她什么也没说 可是傅仪琴却气得肝疼 她搜得一下站起身 胸膛不住起伏 似是要翻脸离去 白氏一见不好 却伸手拽了一下她的裙子 警告似的道 快些坐下 你起身 玉娘恐怕当你要走 待会儿哭了起来 我可不红 白氏虽然是当开玩笑这样说着 可是傅仪琴却看到了 她眼中的冷色 虽然是至亲母女 可自己出嫁多年 母亲始终还是变了 她心里只有傅家 只有儿子 傅仪琴咬了咬嘴唇 原地占了半少没动 孤立气氛有些僵硬 这下子 傅琴嫌再傻也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她苍白的脸上露出几分尴尬之色 傅仪琴又接到了 白氏阴冷的目光 犹豫再三 这才提了裙摆 强笑道 哎哟 原娘这张嘴呀 可真会来事 傅仪琴微微一笑 傅仪琴已经够狼狈了 也懒得再跟她争论下去 她懂得适可而止 把人逼得急了 就不好玩了 傅仪琴不说话了 傅仪琴已经尽失仪态 再说下去 恐怕白氏也要不息了 虽然心中不甘 但她仍是强逼着自己 将这口气忍了下来 只是 带到傅明华请安离开 她也不管傅琴贤还在屋中 翻了脸 抱起自己的女儿 便气冲冲地走了 回到自己院中 丁志平还没有回来 谢氏在崔贵妃那里 没能替她谋到职位 她难免便要自己出去张罗了 最近她都在跑另一步 问职缺的事 每日早出晚归的 她将女儿交给奶娘 等人一走 便恶狠狠地将桌上的摆饰 全扫到了地上 叮叮当当地碎了一地 她表情猙獰 几个丫鬟根本不敢上前来 只躲得远远地 浑身发颤 倒杯茶来 傅怡琴将屋里的东西 都砸了个干净 这才坐在床上吩咐 只是 刚刚她将屋里摆的东西 都摔碎了 就连凳子 都被她踢倒了好几个 这会儿 哪里还有完好的茶杯呢 丫鬟要去外面取 她却又发起风来 抓了旁边一个 模样秀气的丫鬟 那手指甲便掐了上去 虽然冬日穿得厚 可是她力道不小 仍是将那丫鬟给掐疼了 那丫鬟也不敢喊 连忙便跪在地上 她掐得不过瘾 抬腿便一脚 朝着丫鬟胸口踹了过去 贱婢 让你倒杯水也不去 是不是 看我出嫁 便敢怠骂我 还是看中了孤眼 起了那下贱的心思 她一边骂 一边踹 丫鬟被她踹倒在地 她还不歇气 又连着踹了几脚 直到将这丫鬟踹得 口角浸血了 才停了脚 骂个不停 傅怡琴发了一通脾气 喝得满身酒气的丁志平 才回来了 她在外面 就听到了屋里的响声 一时间也不敢进去 半晌之后 听到里头声音小了 才猫着身体进去 一看到满地狼藉 地上的丫鬟还在无声地流泪 连忙便向傅怡琴靠了过去 哎呀 惠娘 这是怎么了 可是这丫鬟服侍得不周到 惹你生气了 傅怡琴闻到了她身上的酒与烟之味 喘了两口气 拧了李头发 心里一股怨气又涌了上来 当初她憋着一口气 非要嫁给丁志平 还不是看中她有出息 跟其他顽固子弟不一样 认为自己终有一天 能欺贫富贵 得风告命 可如今看来 当初的自己 果真是被猪油蒙了心 丁志平这些年 一直窝在江州 仕途上没有半点寸进 如今不要说是得风告命了 她就连进阶官品都难呢 你又去哪了 她眼神不善 丁志平一见不好 便连忙道 那日弟妹未能为我 谋得好的差事 最近我有幸得到 岳父大人的指点 结识了吏部的 黄忠义黄大人 与他去醉香楼喝酒了